下面介绍名列上手的五位大菩萨 七名曰 佛经上手所列的名字含义很深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经的特色 也能看出这部经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 此经所列上手的五位大菩萨 他们个个都是通家 但在此经每位大菩萨标榜一门 举妻专长 乃为表法所用 七名曰尊者乔臣如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经典 有没有看到把尊者乔臣如列在首位的 没有 无量寿经列名第一是尊者乔臣如 代表什么 代表乔臣如尊者 是释迦牟尼佛 视线成佛以来 第一个得度的学生 第一个证得阿罗汉的弟子 佛在路野院 为吴比丘说法 佛说完四地法 乔臣如就得了阿罗汉果 说明他的根性很利 第一个得度 第一个证果 他是佛的第一弟子 证法出现于世界 有说法的释迦牟尼佛 有听法的这吴比丘 有修行的听了之后就真干 落实就是修行 有证果的 乔臣如证阿罗汉果 证法出现在世间第一个 它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念佛法门 是第一成佛的法门 佛在未成道时 修菩萨忍辱波罗蜜 遇到戈利王 被割结身体 佛即发愿说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度你 这位戈利王 就是乔臣如的前身 所以释迦成佛之后 第一个度 乔臣如 佛称之位 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 称说 我声门中 第一比丘 佛在阿罗汉经里 赞叹乔臣如 宽人博实 宽是指他的心地 心胸广大 我们中国人讲量大 宽是说量大 能包容人 心包太区 量州沙界 这叫宽 人是慈悲 仁慈 大慈大悲 博实 他认真学习 有智慧 有学问 善能劝化 欢喜教学 教化众生 疆养胜众 疆是带领 他也是大众当中的 像现在我们讲班长 他也带领一般人 教养他们 不实为疑 他教得好 讲得好 能遵守规矩 无量寿经 狩猎尊名 正表 能闻受此经法者 揭示第一弟子 这句话说得好 这句话是黄念祖老 就是说的 是什么意思 你能听到这部经 你能受持这部经 这个受是什么 真概 真学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 第一弟子 那你就是释迦牟尼佛 第一弟子 同学们 第一弟子 不是黄念祖老 就是自己说的 释迦牟尼佛 在经上讲的 黄念老 是引用佛的话 我们以这部经 这个法门修学 都是佛的第一弟子 我们要勇于直下称当 不要客气 我们确确实实 是佛的第一弟子